泰山硬化大牌生态园区多年来在里长带领志工开垦下 由原先的20多坪到如今的1500多坪 经过不断的经营规划下 打造出丰富多元的生态环境 陈春吉里长表示 园内设施开发新建及修缮 很感谢台所董娘李宝珠女士 愿意赞助基础工程改善经费 才得以持续维护园内的生态环境 陈春吉里长指出 园内的生态池当初新建 因为没有打底 造成池内的水会流失 这次很感谢李宝珠女士 又再次译注经费 使生态池可以重新修缮 并且经志工们的协力下 在水池中新建一座小桥 让生态池环境变得更加优美 上面志工又把它做一个小桥 小桥流水搭配得很漂亮 水池中又养了很多鱼 也种了很多的荷花 接着就是荷花的旺季 欢迎大家来欣赞荷花 陈春吉表示园区内的花木及设施 都是由许多志工共同维护 希望来此游玩的民众 除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外 也别忘了给予这些志工们赞扬与鼓励 记者呼吁宣泰山采访报道